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学兄弟 我们接下来测试ROG的双模显示XG27UCG 它这是4K160Hz和108MP320Hz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使用体验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XG27UCG采用了环保的树皮包装 打它的包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配件 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份说明书和保修卡 机器的安装方式 一样是快拆结构 底部拧上螺丝 就算安装成功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外观 正面一样是主流的三边微边框设计 底边中央位置应有ROG的logo 背面同样是熟悉的风格 大面积晒纹 以及那硕大的败家之眼 这是神光同步 logo的发光样式也发生了变化 只有图形边缘一圈 这是RGB 以往XG系列的底座 大多为V型和经典的三角爪形 近些年由于竞争家具 模型更换为了类似于TUF系列的方形 其目的可能在于优化成本 降低产品售价 但需要说明的是 优化成本只是对比过去昂贵的ROG支架 并不是说现在偷工减料 事实上 以现在的支架和底座ROG的用料依然不便宜 复合了外形 底座新增的凹槽 还可以放置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 这下功能性方面 它只是升降 扶养水平旋转和左右各级速度的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DP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Types接口 和一个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数量相对偏少 也没有配备USB Hub 尽管做ROG产品线 也完全感受到了市场的含义 真的非常卷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会出现ROG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亮机之后的第一主板感受 画面不够通透 有轻微的发挥现象 这算是有达高物度面板一贯特性 默认 宽色域模式下色彩艳丽 通过仪器的测试 SRG容积达到了128% PPI为163 实际的字体显示没有毛刺和彩边 像素排列 为标准的RGB 指像素形态为榆状 OS菜单方面 UI与最新的OLED一致 红黑配色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接下来我们数据实测 首先是色温 出场默认为66005K 菜单中还提供了4000-1万K 以及自定义3色和6轴饱和度调节 白平衡方面 优色就表现出色 出场预色和两个色域空间 没有明显差值 DOV偏离分别为0.0013和14 白点几乎没有出现色偏 色域空间方面 默认为P3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的色域缩线 通过实测 SRGB色域覆盖为98.6% 平均色差1.03 最大色差2.3% P3模式 色域覆盖率为93.3% 平均色差0.92 最大色差2.55 整体从测试结果来看 白平衡色域和色准 都有着相对不错的表现 SDR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为377L 有趣的是 在常规模式下 它也能够开启分区控光 此时 最高亮度为521L SDR模式亮度 和SDR开启分区状态 基本相同 516L 再来看对比度 SDR状态下940比1 同时 SDR对比度出现了负优化 达到比肩普通TN的750比1 这个表现很需要再优化优化 亮度和色度均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SO图像 浅蓝色区域为370L左右 绿色区域在300-35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5.12%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身份在6402K到6757K之间波动 左右两边 6微偏暖 屏幕四周边缘 偏冷 切换到全屏黑场 亮度在0.2到0.6L之间 左下角微露光峰值区域 亮度在0.6L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四角呈现IPS典型的十字型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最佳四角 对比度在900比1 最佳的锤子角度均在20度左右 平闪试试方面 关闭分区的情况下 它是DC调光 开启后会变成PWM调光 拼上频率为7678Hz 波动声度为87.85%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红光呈现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KSF背光 蓝光波峰在457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1.96%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 带宽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SDMI为2.1满速48G带宽 连接PC分别可以制造4K160Hz 和1080P320Hz的10bit和12bit 主机端可以制造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VR和自动低延迟 连接Mac 4K和1080P分别可以制造120Hz和320Hz 支持High DPI和HDR 输入延迟方面 通过长期的测试验证 我们自研了一套全链路延迟分析器 它支持多平台系统以及NNI各品牌显卡 目前Beta版最高支持8K60Hz 5DSC 在实际的测试中 XG27UCG 4K160Hz下 全链路延迟为12毫秒 1080P320Hz 10.19毫秒 来此它性能方面 XG27UCG通过了Visa Display HDR400认证 同时配备了8区控光 但在实际使用中有较为明显的光柱现象 UTF曲线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游戏影院和控制台三种模式 调节的方式基本相同 所有的模式和一场都是从0.07L起步 黑白灰接都提前裁切 游戏和控制台模式裁切20灰接以下的所有内容 从20灰接开始提亮直到60 达到峰值亮度 继续裁切贴合标准PQ 影院模式在50-60的灰接 对比前两个模式略微平滑 其余基本相同 X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P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游戏和控制台模式 太阳出现了明显的过曝现象 太阳核心亮度都在470L左右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原本红色的岩浆偏离为了橙色 岩石部分的细节属于是显示一半丢一半 黑场不够纯粹 有明显的发挥现象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射击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XR游戏体验 3A大度的光感亮度 属于同级别不错的水平 但暗部表现极为不理想 由于分区光柱现象过于明显且激进 只要不显示接近纯黑的画面 都会有明显的背光点亮 导致无法按下去的情况 总体来说 XG27UZG8分区物理数字是同级优秀的 但无论是XDR曲线 还是对比度方面 都有提升的空间 刷新率显示方面 XG27UZG支持4K60Hz和108MP320Hz 实际测试在这两个模式下 都没有出现跳针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XG27UZG提供了20个档位调节 其中4K160Hz最佳档位是12档 此时灰阶响应为4.75毫秒 平均过冲2.07% 最大过冲18.32% 1080P320Hz最佳OD档位为19档 此时灰阶响应为4.3毫秒 平均过冲2.13% 最大过冲10.18%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 在它的最佳刷新率和OD档位下 BT为4.335毫秒 游戏功能性方面 菜单中设有暗部增强功能 除了1-3G调节外 还提供了一些动态阴影加速 调到最高档位 画面暗部提升明显 色彩有轻微的发挥 距离整形提供了6种样式 以及蓝绿两种颜色调节 画面控制选项 还提供了点对点小屏缩放 以及24.5英寸模式 其中24.5英寸模式开启之后 最高支持180Hz刷新率 其余模式则可以支持到320Hz 同时需要注意 画面控制选项 会禁用VR功能 接着我们来拆机 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天棒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构 主要包含了屏蔽罩和面板本体 屏蔽罩下方是它的驱动板和控光板 主控IC是联发科的MT9810 下方的RTS5450 用于Type-C数据传输和PD15W供电 接口上方 PI3DPX提供SECLE的DP-OUT功能 控光板上 Dialoc的AS382411 用于实现八分区控光 再来看面板 形容为M270 QNN07.6 这是一块友达原装模组 由原本的7.0面板修改而来 通过降低背光和磨片的性能 以适应更低的成本竞争 这时双模显示 4K160Hz和108P320Hz 8抖时的射身 95%的DCI-P3 常规350L亮度 原生5毫秒G2G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射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作标计算 它达到了128%的SHB容积 射域天天棒排名的128名 SY亮度实测为521L 亮度天天棒排名第21名 SY加峰值亮度实测为516L 亮度天天棒排名第94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940比1 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157名 SY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750比1 这个费一化 排名SY加对比度天地棒倒数第二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白点车的下 最大差值为10.79% 均匀度天地棒排名第85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的最快可用灰接为4.3毫秒 这个成绩排名响应速度天地棒第54名 BT响应时间4.335毫秒 排名运动轻轻度天地棒的第34名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 先从优点开台来讲起 1.支持4K双模显示 画面尺寸缩放 以及诸多游戏辅助功能 2.白平衡控制精准 DV仅有0.0014 射准在游戏显示中的表现是不错的 3.背光具有硬件低栏光的特性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HT曲线调校一般 3.才调了大部分的灰阶 游戏和控制台模式高光会出现过曝的现象 2.镜台对比度低 不到1000比1 开启HT分区之后 甚至只有750比1 同时还会变为PWM调光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ROG 双模XG27UCG的全部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让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